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跟大家带来一部欧美电影《车库惊恐》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小美加班到深夜 她独自一人正准备离开公司 这天刚好是平安夜 家人正等待她的团聚 她来到地下车库 发现自己的车怎么也打不着 小美有些焦急 因为她可能赶不上家人的晚饭了 于是她想坐电梯回到公司 可门怎么也打不开 正在她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车库的灯一盏一盏灭了 小美拉出手机却怎么也没信号 忽然身后出现了一个男人 叫她懵命 当小美慢慢醒来 她发现自己穿着性感的圣诞小礼服 面前的桌子上准备好了烛光晚餐 小美既恐惧又害怕 似乎这一切都是眼前的这位男人所谓 小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逃跑 但是发现自己的脚已经被男人的锁住 小美认出的对方这个男人竟然就是车库的保安 男子表示已经爱念小美很久了 并且只是想跟小美避过这个美丽的夜晚 小美谎称自己的男朋友正在路上过来接她 但是男子似乎对小美的情况了无之少 不仅知道小美是单身 就连小美平日里的一曲一顿 她都知道 小美有些惊讶 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 对方拿出了一盘录像带 里面是小美以前在电梯里 遭受上司性骚扰的录像 男子希望给小美一个惊喜 于是将小美带到了地下车库 这时她发现骚扰自己的上司 已经被绑在了车库里 看来这一切都是有所欲谋 男子想帮小美好好教训下对方 小美苦苦哀求能放过对方 但是男子依然将自己的上司狠狠撞死 但这个时候小美趁机逃下车 拼了命的跑向了电梯 她把自己锁在电梯里 希望能够逃过男子的追捕 并且在电梯里向工作人员呼救 但是工作人员说 对方只是想帮你 很显然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男子 男子将香风水灌向电梯 希望把小美逼出来 大量的水淹没了整个电梯 小美打开电梯冲了出去 这时她全身湿透 她找来了一把斧头 不再坐以待地 决定跟男子决意死在 然后她来到了保安室 却发现了屏幕放着自己昏迷 是男子对而所做的一切 她狠狠地打碎了电视机 在屋子里终于找到了一部电话 刚打通报警电话的时候 男子又从外面找了过来 她只好放弃电话躲了起来 这时男子在屋子里寻找小美 小美突然从身后打晕男子 然后跑了出去 她找到一辆车想逃出去 却不小心撞到了柱子上 男子走了过来 以为小美淹了过去 但是小美突然袭击男子 将男子绑在了汽车上 最后小美点燃了汽油 大火点燃了整个汽车 小美终于逃了出去 这时外面已经下起了血 有马拉撒 过来 有馬拉撒